游戏 那么拜登的重要官员呢 也都经过参议院通过了 所以现在等于正式登场 那么他们跟中国会怎么玩禁和的游戏 我台湾七年纳顺口六是 中美必然还要争 竞争、斗争或战争 合作进步是竞争 两败俱伤是战争 所以美国不会那么轻易的说 让中国崛起强过于它 所以它跟中国必然会有一个争 那么它是竞争还是斗争还是战争 这是不同的方法 如果能够合作进步的一个竞争 那么这对中美两国对全世界都是好事 那如果不幸发生战争 轻的两败俱伤 重的全球毁灭 那当然就是核子大战了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大国一定要有战略规划 和这个战略布局 所以这个印太战略 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结果 它一定要这个 我们中国也有战略 那么它呢 以前是反恐 后来就改成要应对大国竞争 为什么呢 因为全球的战略中心望东西 我们知道都知道 21日以后呢 整个呢 经济呢 是亚太经济 那么亚太经济呢 整个的一个关键呢 火车头呢 那就在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在全球的影响力 会受到这个中国的影响 这是它呢 必须要警觉的 所以它必须要应付一个战略 这个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责备人家 它为了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 它必须主攻 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地区 它的战略意志呢 主动就得进攻 就得争 所以这个争是必然的 但是争呢 它的这个目标呢 有争胜 就是它要赢过中国 还有争合 就是与中国互相平等相待 那么另外一个叫争拖延 就是我知道你会赢我 但我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就像拔河一样 你明明已经被拔过去了 你还是要争 你知道不能赢了 你还是要尽量拖 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精神意志 那么方式呢 它就是有讲的 有竞争 有斗争 有战争 那么一般讲就是拜登呢 他是战略进攻 战术收缩 所谓战略就是特朗普 亚太战略呢 这个战略呢 他不能把它推翻 但是呢 战术收缩 所以我上次跟大家举个比例 就像呢 特朗普弄了一个好大的罩 然后放了一个好大的锅 也想弄好多材料 可是 他的柴火不够 然后有些料也没有进来 所以呢 拜登他上来会怎么样 他会 找几个进来的材料 煮个小锅 我当时真假的意思 还有呢 他整个在一个态度方面呢 是一个激烈的 四大妄为的 狂妄的这种真 还是尊重妥协的真 这个呢 都会有变 那么拜登呢 绝对跟特朗普会不一样 我们首先看看 我刚刚讲说 双方有真 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个合作 你看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 他上台就明白假 美中关系 有对抗 竞争 也有合作 所以对抗 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抗争 有竞争 但是呢 也有合作 那么有合作呢 就变成大家的 就是互相尊重的竞争了 那么呢 这边看这边 拜登体任 大陆是强悍对手 应该共存 讲到一路的共存 当然就是不会动战争了 所以我们这点有时候就说 不管纷纷扰扰 很多人讲什么话 不重要 重要的 先看 重要的总统跟国务卿 讲什么话 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那么你大家也知道 拜登呢 禁止官方称中国病毒 我们知道以前 特朗普跟蓬佩奥 一天到晚甩锅中国大陆 一天到晚讲 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 首先拜登禁止 官方不准用 那这是一个什么呢 就不会玩特朗普 那个手法 就甩锅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善意的开始 那么呢 他们也很努力 你们看到 新冠上任 布林肯 你四国外党热线 那这是很重要 加拿大 墨西哥 我们不管 那是他那边 日本韩国 所以这日本韩国呢 也就是要维持它的 比如印太战略中 几个很重要的国家 它也是要维持到 因为以前呢 特朗普老是增加军费 欺负日本韩国 所以它要缓和这个关系 那么大家可能看到一点 就是说 美国新上的国防部长 第一个 他确认印太合作策略 这我刚刚跟你讲 他的锅不能甩了 一定要有的 然后呢 他强调确保台湾自卫能力 那当然 中国大陆很多人听了不高兴 那台湾的台独是很高兴的 但是你要知道 话中有话的 他是确保你自卫啊 不要忘了 特朗普跟蓬佩奥是干什么 不是让台湾首饰的自卫啊 是让台湾进攻啊 那台独跟着起哄啊 什么航母杀手啊 什么这个战略改变啊 可以打到大陆的内陆啊 打到三峡 打到上海啊 那是一个进攻策略 所以他这次呢 当然他现在 他也要打台湾牌 他不能跟台湾 就说 直接把台湾推翻 但是你注意 他一句话 他称蔡英文什么 他叫台湾民选代表 这个称呼 我讲是很严重的 对台湾来讲 第一个 蓬佩奥 没事在那边故意送一下 好像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 台独高兴的要命 你把我当国家了 今天拜登讲 你是台湾民选代表 什么意思啊 你不代表做国家的梦 你连一个合法政府的地位都没有 你只是一个台湾民选代表 所以讲一实在话 台湾负责涉外工作的人啊 听了这句话 应该切腹自杀了 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羞辱啊 对台湾来讲 对蔡英文来讲 这是很大的一个羞辱 好 这个我们不管他 我们管就说 美国现在印太战略还是要有 那么我说过 他会缩小 缩小的话 那么现在 第一个他必须缩小 为什么 他想拉拢日本 印度 然后澳洲 这边呢 他都想拉 所以呢 大家记得 蓬佩奥那个时候 发表一个 美国不承认 中国所讲的九段线 不承认中国了 在南海的这个主权地位 蓬佩奥在讲的时候 曾经跟着南海附近东西的国家 讲过什么 我一讲 你们就跟着呼应 一呼百应 你们也说 你们各也不承认 不承认 可是 没有一个国家呼应他 所以你就清楚 他这么大的锅 这么大的灶 烧不起来 好了 那么另外台南就是其他几个国家了 澳洲 我们先看到澳洲 澳洲有很多人在 在台湾学中文 陆克文就在台湾学中文了 那他们在学中文 有的时候呢 他们都年纪比较大 不是一般学生的 他们有时候会透过人 会跟我聊天 就在前一阵 一个澳洲人跟我聊过天 他说 很喜欢我写的顺口溜 他就说 我能不能写个顺口溜 讲澳洲 我说好 我讲你承不承认 我说 澳洲啊 只要跟着美国走 澳洲安全不用愁 就怕美国栽跟斗 自己变成落水狗 他说 我不能说不对 但是 我不愿意讲不对 这什么意思 他现在已经藏到了 等你自己要出风头 移动了 制裁你的时候 没有人理你嘛 非得没有人理你 你的同盟呢 还到达你一把嘛 不就像落水狗一样 那么印度 我也认识一个很有水准 在台湾的一个印度人 学历很高的 很优秀的一个台湾人 我那天跟他聊天 他讲了一句很无奈话 他说 印度人 喝恒河的水 依然可以撑饱肚子 可以把肚子撑脏 我说你这些什么意思 他说 我们国家人 我们知道了 很多事情 就是你没有东西吃了 但是为了面子呢 就猛喝恒河的水 然后呢 就觉得我肚子很炸 我吃的很饱 因为现在印度是怎么样 印度疫情确诊了 已经1100万了 死亡已经超过15万了 他是世界第二 就确实第二了 那么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确诊 向3000万前进了 死亡向50万逼近了 他连给印度精神鼓舞 都没有进了 那他怎么会那个呢 好 我们再看日本 日本首相菅义伟 在10月26号 他叫所信表明 所信表明 这个日本的汉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所 我所向 我所的信念 我所秉持的信念 我来跟大家表白 所以他是个诗人演说 他讲 中日两国间的稳定关系 至关重要 希望利用高层交流机会 在共同课题上 开展合作 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 2021就今年1月18号 他在国会施政报告 他又讲 稳定的中日关系 对地区和国际社会 都很重要 所以他强调中日关系 但是这两个内容一样 不一样 第一是 所信表明是个人理念 第二是 施政报告是表示 整个日本国家的一个政策 那么还有你要注意点 2020 11月15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这个贸易关系协议 就是RCEP 签署了 11月17号 日本跟澳大利亚 就签署了一个叫 护会 护会准入协议 他试图以中国为目标 打造日澳准军事同盟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 还是特朗普执政时期 11月15 特朗普会不会选胜 很多人还认为 他会选胜的时候 所以 菅义伟首相 在1月18号 这个定位 是很有一个指标意义 他也知道 合作绝对 对日本来讲 比跟中国作对 要好得很多 而1月21号 日本财务省发布 2020贸易统计 日本2020出口 总数减少11.1% 但是对中国大陆出口 增加2.7% 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 占总出口22% 中国再次取得 代替美国 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国 那么怎么样 就是说 你整个日本的经济命脉 你是必须要 跟中国密切合作了 所以在整个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这个 印太战略看得很重 它还必须要这个撑着 可是呢 它会慢慢缩小 最后慢慢萎缩 而且呢 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 两边的战略专家 都会清楚一些事实 第一个 中美谁都制服不了对方 中国不要想压制美国 美国也不要想压制中国 第二 中美都会因为自己内部处理不好 而分裂 而瓦解 那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现在最严重变成一个部落社会 就是它整个一个撕裂 每个人就不管 不管国家 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这个部落 这个团体呢 它的一个利益 那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中国原则上是 非常团结 也有信心 也有团结 但是我们也难免 有一些小地方 有一些很少很少的地方官员 仍旧贪腐跟欺压无辜老百姓 虽然很少很少 但它的影响还是很重大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大陆 必须注意的地方 另外一个 中国跟美国在世界的重要性 无庸置疑 那么我们知道 人类的共同敌人 可能不是人类 就像2020新冠疫情 给人们带来一个启示 除了新冠疫情 大家可能疏忽了一点 2020因为气候灾害 受害最大的 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 美国因为飓风 大气象以前平均一年 15个飓风 但是2020年30个 有7个只是提起美国 所以美国飓风再来的灾难 还有这个温度升高 造成的火灾 美国2020灾害损失 980亿美金 那么中国大陆 6月江南华南 7月长江淮河 暴雨洪水 8月下旬到9月 那两个礼拜 东北三个台风 所造成的损害 是3700亿人民币 所以人类将来 可能要共同的天灾 气候 这些协定呢 可能是需要 中美两个大国 来带动解决 所以中美合作 不但是中美的幸运 也是全世界的幸运 我想有智慧的领导 会往这条路去走 谢谢大家 各位近日投一投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可书来台杠 我是马可书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过年了 今年的情况跟去年一样 还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缩护 不过不同的是呢 现在全球比的 除了谁的疫情控制的好之外 还有疫苗研发施打的成效 而在这波角逐赛中 最早爆发疫情的大陆 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就像匈牙利政府 已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 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紧急使用权 成为欧盟第一个 批准使用中国疫苗的成员国 与此同时 大陆境内施打疫苗的进度持续 现在已经超过两千万剂 讲了这么多 这张抗疫成绩单 不是大陆自己说了算 等于还有国际的认证 同样从防疫的角度来看 一直以来呢 自诩是防疫模范生的台湾 现在正遭遇一个困境 就是疫苗取得的困境 为什么会说是困境呢 因为这两天 有风声传出来 台湾取得了十万剂的疫苗 但是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 马上跳出来否认 表示有确定就会讲 太高调会让疫苗取得破局 如果了解两岸新闻 了解民进党新闻操作的网友 一定知道这个反应不寻常 很会做大内宣的民进党 怎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宣传呢 OK 我们把时间往前倒一下 不用太久 9月 去年的9月就好 陈时中说 台湾已经加入COVAX 也就是新冠肺炎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 然后呢 10月初就会付订金 11月的时候 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说 至少可以取得460万剂 12月的时候 陈时中说 台湾疫苗采购量 超出原先预期的3000万剂 12月31号 陈时中更说 已确定买到将近2000万剂的疫苗 到了今年的1月6号 陈时中说 疫苗采购要签约的数量是500万剂 然后没有消息了 1月28号 陈时中突然发飙 抨击一些大国超买 垄断疫苗 还有WHO不够力 之后呢 他首度承认 台湾施打疫苗会比其他地方晚 这个时序呢 拉了比较长 但是完整记录了民进党 这几个月来的防疫之路 可以说越走越窄 但是很多人会说 包含一些绿营的医师 绿营的KOL 台湾呢 防疫还是很有成效啊 我们不需要疫苗 这样说呢 没有错 台湾靠着出入境的管制 的确取得不错的防疫成果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但光是这种手段就够了吗 答案当然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一集的节目 其实就有带到一点 疫情经过一年的发展 现在大家比得 除了谁控制的好 还有谁能够最快复苏 当大陆已经复工复产半年了 当欧美国家 也要靠着疫苗重振脚步之后 没有打疫苗的台湾要怎么办 最简单的问题 没有打疫苗 未来人家敢让你入境吗 没有打疫苗 别人敢来台湾玩吗 来了会不会被感染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简单讲 疫苗是恢复经济的标准 是疫后经济的游戏规则 光靠出入境管制 是没有办法取得入场门票的 所以你会看到陈时中 态度变得低调 变得谨慎 为的是十万剂的疫苗 讽刺的是呢 两个月前他还说 可以有三千万剂 这个数量差距多大 要怎么解决问题 很多人都讲 可以跟大陆买疫苗 撇开政治因素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买 大陆一定会买 但是很可惜 台湾当局开不了口 因为几个月前呢 他们还在嘲笑 大陆疫苗的效用 如果去买 不就又是自打嘴巴 又是搞双标 台湾一位医师苏伟硕 最近接受中平社采访 就谈到这件事 他说碍于两岸的法规 台湾进口大陆的人用 疫苗是不允许的 加上现在两岸氛围 台湾方面逢中必反 买的疫苗呢 如果是大陆代理 或是跟大陆有一点关系都不行 要完完全全跟大陆脱钩 导致台湾疫苗的选择越来越少 他还特别提到一个数据 要恢复经济跟国际贸易 目前唯一办法就是打疫苗 越快普及达到七成 总人口施打疫苗 就有全体疫苗的效果 出入境管制呢 就能解除八到九成 所以现在全球展开 施打疫苗的竞赛 因为再过两到三个月呢 尽管就能够恢复到跟平常差不多的状况 这是他的一些看法 那简单说 过去一直逢中必反的民进党 这一次真的很有可能被疫苗反噬 而在政治跟民众的健康之中呢 他们还是会选择政治 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 被政治利益蒙蔽双眼 这是现在台湾当局呢 在抗疫道路上最大的问题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感谢您跟马可书来台杠 我是马可书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敏 我们今天的话题 说一说澳大利亚 学会怎么样的 同中国打交道了吗 1月25号 澳大利亚的一个报纸 说澳大利亚的总理穆里森 在中国问题上 请教了他的两位前任 陆克文和霍华德 穆里森表示 他一直对那些 在相关领域有经验的人 持开放态度 这两位前总理 在这些领域都很有经验 穆里森说 中澳关系破裂 是我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 在很多场合讨论过的问题 前不久 还在与路克文总理 讨论这一话题 看来穆里森似乎是在寻找 到底该怎么样和中国人打交道 说起澳大利亚的反华排华 很多的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 中国离澳大利亚有多远呢 从地头上查 我们中国南海国金线 到澳洲大陆 最近的海岸线 直线距离大约是2400公里 从北京到澳大利亚的首府 堪培拉 飞机的航线距离是9000公里 中国从来就没有把澳大利亚当作敌人 但是澳大利亚却一直是国际上的反华 极先锋 无论中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澳大利亚都会跳出来表演一番 表明自己的反华倾向 那澳大利亚为什么总是把中国当作敌人 总是和中国过不去呢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反华有着漫长的历史 是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有的 1851年澳大利亚的淘金热 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以后 中国在福建或广东地区的大批华人 都到澳大利亚去淘金 那所有到澳大利亚淘金的这些群体里面 华人最能吃苦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周工作六天 而且相比白人 华人收入和待遇只有欧洲的白人一半 这些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求深层的华人 都不是显赫家庭出身 他们出身卑微 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到澳大利亚淘金 只是为了多资些钱能贴补家用 所以他们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相比之下 犯人出身的白人 有手好闲 忍耐力不强 不愿意辛劳的工作 而且还喜欢投机奇巧 听说哪个地方含金量更丰富 就会蜂拥而至 结果经常是一无所获 而且白人生活大手大脚 虽然他们拿的比华人更丰厚的待遇 却总是无法存钱 渐渐的 这些澳洲白人心里感觉到不平衡 在他们看来 这些面黄激瘦衣三蓝绿 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 窃起了他们的劳动成果 抢走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财富 于是他们开始 故意挑起和华人之间的矛盾 随着矿产的开采越来越稀少 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的激化 1855年6月12日 维多利亚当局通过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 这部法案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部排华法案 所以算起来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反华排华的历史 到今天已经有165年了 八国联系人有他 朝鲜